你看一下鏡頭 你自己是甚麼人 你是黃臉 你是中國人 你要去寧願做別人的奴隸 二級 三級市民 都不寧願自己舉起頭 驕傲做回中國人 是非常之可悲可恥 其實這個問題 是我們自己香港人的自卑 我們看到已經不夠大陸 學生又不夠別人那麼聰明 做事又不夠別人那麼勤力 應該自己自奮去競爭 不是說我不夠你 我怕了你 我怕了你 我不跟你了 這個是其實非常之悲觀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學生 對自己有些信心 因為我們的基礎 香港教育的基礎是非常好的 是我們可以有競爭性的 但是你真的要低起心肝去做 不是去破壞 從頭做過了 其實我們通識科的理念是沒有錯的 執行那方面出了很大的問題 出了什麼問題呢 第一 沒有教材 你的老師喜歡做什麼 那他有什麼呢 他就拿蘋果日報 或拿周刊來做教材 這是最方便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沒有好好訓練好 我們通識科的老師 有些訓練 有些培訓 但不夠 我們要很清楚他們想做什麼 我們又沒有做 第三方面我們失敗 通識科失敗 就是我們沒有去觀校 以前我們有人進去看學校 教成怎樣 哪個老師教得好不好 現在沒有了 他在課堂上喜歡做什麼 喜歡視國旗也可以 視美國旗也可以 視什麼都可以 我們這些地方一定要檢討